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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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诸 请诸位同修 掀开科诸上册 五百四十九页 五百四十九页 请看第七项 有教行信正约 不为法身即是实相 实相即是法性 法性即是真如 真如即是亦如 然则弥陀 从如来生 实现报应化 种种深眼 故知真实会者 即真如实相自信佛性 自信清静心等 所权离体之造用 简言之 明心见性 是明本体也 于此彻透 安住如如 从体起用 即为 祝真实会 到这里是一段 这段开示 可以说是 把这个真实会 它是什么 就介绍得非常清楚 的的确确 我们学习这个教行信正 还有这个大成指观 大成义章里面 所说的这些内容呢 都能够帮助 我们大家理解 这个定义 那么佛讲这些事情呢 可以说是常常提 说了很多 他不但解释得很清楚 并且更难得的是 他还在生活当中 把它做出来 的的确是 真实会 所起的作用 就是我们能够得到 真实的利益 假如说我们只是 学到了 在生活当中派不上用场 那这个学习 不就很耽误我们的时间吗 浪费我们的时间 浪费我们的精力 所以呢 学有所用 那才是最好的 这里就讲到嘛 真实的利益 学佛 确确实实可以得到 无为法身 就是实相 实相 就是真相 无为 不是有为的 有为呢 不叫法身 无为的是法身 无为 不生不灭 有为呢 它是生灭之法 关于这个万法 大家如果看过 弥勒菩萨所写的 于其实地论 他把一切万法归纳 浓缩为六百六十法 你觉得这样子类别多不多 挺详细的吧 对不对 六百六十种 所以这个天清菩萨呢 他看了之后啊 就感慨 尤其是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 尤其是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 众生 学佛的时间 精力都不够 而且呢 那个强烈的意愿呢 强烈的意愿呢 不如正法 相法时期众生 所以他让人家发现 再把这个六百六十法 一浓缩 减到 只剩下六分之一了 一百法 其实都还不到六分之一 还要少 所以啊 他这样子一浓缩 就帮助我们初学呢 学习这个真相啊 很容易入门 所以一般这个 学法相的同修啊 他首先看的 是哪一个著作呢 就是天谦菩萨的 《百法明门论》 您再仔细看呢 他这个一百法里面 大分的话是两类 一个是有为法 一个是无为法 这个有为法呢 又分为四科 心法 心所法 色法 不相应行法 无为法呢 它是有六种 这是两大类 所以啊 这个经上我们就看到嘛 无法 他就是这样子说的 心法 心所法 色法 不相应行法 还有个无为法 那么 无法三自信 哪三自信呢 便记 所自信 还有 依他 其信 原成实信 这是 三种信 另外 维时经论里面说到 八是二无我 眼耳鼻舌身一根 阿雷也 这八是 那个二无我 哪两种 一个是人无我 还有就是法无我 所以啊 他就把这个法相中的内容呢 通通都说尽了 你只要把这两句话牢牢抓住 无法三自信 八是二无我 你就把这个法相中的纲要啊 掌握住了 这两句话我们以后也会常常念 常常会说 你的印象呢 就会比较深刻 所以学佛嘛 就是把这个实相搞清楚 也就是真实相弄明白 那这个真实相 简称了实相 就是法相 法相呢 就是真如 真如就是易如 也可不可以说大师清净心呢 也可以 那涅槃呢 长济光呢 通通都行 关于这个冥象啊 如果您读过《大藏经》呢 你会很感慨 哎呦 怎么佛说了那么多 搞得我都记不住了 没关系 反正呢 要明白一个原则 佛说 佛说这么多啊 都是讲的一桩事情 那说这么多冥象 也就是在破我们的执着 这里有一句话呢 我们不能够疏忽 他讲啊 然者弥陀从如来生 您从这里就知道了 阿弥陀佛是怎么来的 从如来而产生的 那这个如来是什么呢 就是前面刚刚提到的嘛 真如法相 所以阿弥陀佛是从真如而生的 他能够实现什么生呢 报生 印生 化生 那您就知道了 阿弥陀佛现在在极乐世界是什么生 报生 因为那边是菩萨嘛 所以他要度这个菩萨 要献这个报生 如果他来到我们这个地球 献什么生呢 印生或者是化生 时间稍微长一点呢 就是印生 短的呢 就是化生 所以佛为了度众生 真的是啊 用尽了各种方法 总而言之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帮助我们大家 快快气入啊 诸法实相 我们现在修行没有别的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早一天呢 把自己的分别执着放下 把自己的妄想呢 也放下 要知道这一切法 都是从法性里面 产生出来的 法性不生不灭 那法相呢 有生有灭 速度非常快 法性 你能不能够看得到呢 能不能够接触到呢 接触不到 但是他又真的有 而这个法相刚刚说嘛 不可得 所以体性 都不能够去分别 都不能够去执着它 那么在一些禁言当中 我们要尽量去学习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还要跟大众相处吧 我们要给别人呢 尤其是学佛的人 要跟所有佛友们 做出一个好榜样 怎么去做啊 从三归一 从五戒 从十三 开始入手 开始入手 再提高 进三福 六合进 三学 六都 十大愿望 您只要 一直做下去 时间长了 就会感受到 心 越来越清静 以前呢 思考事情呢 总是犹豫不决 拿不定主意 不晓得该怎么办 现在呢 事情一来了 就怎么样 马上就晓得 该怎么去判断 而且呢 绝对不会有错误 并且这个功夫啊 越来越高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自己啊 好像能力越来越强了 所知道事情呢 就越来越久了 越来越多了 其实这个呢 并不稀奇 它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 关键就看了 我们大家 愿不愿意啊 把这个虚幻的东西放下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一桩事情 不要让我们的心里面 有任何的杂念 产生出来 佛菩萨这样子讲 主是这样子也劝我们 我们能不能够做到这点呢 这佛门常说一句话嘛 八风吹不动 我们可不可以做到这点呢 不要说八风啊 恐怕一种风一吹 我们就吹得怎么样啊 人羊马翻的 就招架不住了 所以说修清净心平等心呢 在哪里修呢 那个成效最大的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历练 就在复杂的人事环境当中 物质环境当中 去磨炼 没有这个环境 我们哪里知道自己心 清不清净呢 讲到心清净呢 世间法要把它放下 那初世间法要不要放下 现在我们不是在学佛吗 那初世间法要不要放下呢 真正成佛的时候 请问佛的心里面还有没有所谓的佛法 没有了 什么念头都没有 那现在我们为什么又在这边学佛呢 这是一个工具 就好像我们 坐船 从这个河面要过去 从此岸到彼岸 您需要一艘船吗 可是到了岸边呢 你要不要下船呢 就要下船 那下了船之后 请问你还要不要 要不要把那个船扛起来 背着 拿着走呢 不可能 哪有那么笨的人呢 上了岸呢 就把这个船法就舍弃掉了嘛 所以佛就讲嘛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那这样的心呢 就非常清净了 您心清净 怎么可能不开智慧呢 我们现在为什么 智慧没有起信心 说来说去 就是没有把这个实相看清楚 实相是什么 凡谁有相 凡谁有相 皆是虚妄 说得那么清楚 实相无相 你还要执着一个相 还要在这个相里面呢 生烦恼 一会儿乐 一会儿呢苦 一会儿呢兴奋 一会儿呢忧愁 都错了 所以啊 多看大成经典 很好 那么这里有讲到 这些名相呢 所诠释的 是离体的造用 真实会呢 是离体的造用 所以我们大家每一天呢 金不能够离开 天天要读 天天要听 如果还发现自己烦恼挺重的 烦恼多怎么办呢 您能够发现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还不行 还要去克服它 用什么方法呢 每天要听释迦牟尼佛的全告 每天要看黄连脑这个注解 每天要听师父上所讲的课注 在这上念佛 久而久之功夫呢 自然而然 他就得利了 下面说 明心见性是明本体也 于此彻透 安住如如 这个安住如如 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 清清楚楚 不起心 不动念 安呢 是平安 看看我们现在这个心呢 安不安呢 不安 很不安 为什么不安呢 因为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的心不平 因为我们的心又不平呢 因为我们没有做到和 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那个乐 就不具备了 古人说的多好 和平安乐 有人说 有人说 我挺乐的 我感觉每天蛮快乐的 请问他那个乐是怎么来的 是外面的刺激 这个我五一六成给他了 他喜欢了 他就高兴一下 一旦失去了 苦就来了 接踵而至 所以啊 修行没有别的 就是保持自己的心呢 像霍林大师所讲的 五句话里面的一句 本无动摇 真的 功夫从哪里看呢 看您还被不被外面的境界所转 不管是什么样的变化 您都如如不动 那是真正 有功夫之人 从体启用 这个叫 助真实会 有真实记者 法身得也 这里讲到三种得 哪三种得呢 法身得 般若得 还有谢托得 真实之记就是法身得 法身 是一切万法的本体 哲学里面讲吗 这个本体 万法由他而生 但是呢 又是 相似 相续 不断的变化 因此 我们 看这个金刚经 真的能够帮助自己啊 放得下 现在我们这个说放下 不太容易 也许在读经 听经的时候 您感觉到有把握 可以放得下 但是一接受到外面红尘境界 马上又被他给迷住了 这还是自己啊 精教功夫 熏修的不够 假如是这样子 一直到临终的时候 都还是这样子 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呢 想要在临终的时候啊 一步颠倒 那平常就要下真功夫 下面说明了这个真实力 真实力者卸托得也 真实力就是真实的利益 这个卸托啊 卸就是解除化解 化解什么 化解我们的烦恼 化解我们的习气 化解我们的业障 看看现在众生多可怜 这个 佛家讲啊 业障一个接一个 刚刚这段事情呢 才把它好不容易摆平呢 很快呢 又来第二章 第三个第四个 所以众生在六道里面 苦不堪言 那佛告诉我们 解除的方法跟理论 这个托 就是说脱离一切苦恼 我们不但要处理六道 更要处理 四圣法界 您摆脱这个环间 越大 那个空间就越广 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呢 从这里出去 你就到四圣法界 再到呢 一圣法界 再回归到长济光 反过来 如果我们执着分别越重 那这个生活的空间 就越窄越小 大家就不知道 我们这一辈子 为什么降临在地球上 心量太小了嘛 您觉得地球大不大 很小颗呢 不要说跟别的 星系 星体相比 很小颗 光是在太阳系里面 它都不算很大 十大恒星里面 它不是最大的呢 跟太阳比它差太远了 所以人呢 要拓宽心量 要把事实真相看清楚 佛已经告诉我们 想要出六道怎么办呢 要放下见识烦恼 想要出十法界 还要放下乘杀烦恼 还要放下无名烦恼 不但要放下他们的烦恼 更要把他们的习气 一一的都断干净 可不要以为说 我们升到十八专业土 就没事了 到了华藏世界 到了极乐世界 就完了 还没 还要怎么样呢 回归到诸佛如来的境界 那才是达到究竟圆满 所以佛来的时间 就是为了帮助我们 解决这个大问题 看看释迦牟的佛多慈悲 为了度化我们 一次一次的降临于世 他这一次 实现佛生第几次了 第八千次了 您打算什么时候才成佛 是不是要等着他 实现第八千零一百次 您才成佛呢 可不要 佛讲得很清楚吗 他的这一个法院结束之后 下面一尊佛接着成佛 就是弥勒菩萨 但是什么时候他老人家再来啊 很近了 他就在兜率天内院 并不远 并不远 但是要隔 五十七亿六千万年 他才会从空中降下来 您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这一尊佛降临于世 并不是长长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珍惜 这一辈子遇到佛法 尤其是遇到净土法门 这个殊胜稀有难得的机缘 一定要把这一身 最重要的头等大师给办好 什么是头等大师 能够念佛往生几段世界 讲实在话 说念佛往生 我们以前年轻 二十多岁开始学佛 虽然也知道要念佛往生 但是那时候二十多岁 再以后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 还不是感觉到很急 可是现在 今年悟生已经五十一岁了 没有 五十岁 五十 五十岁多几个月 过了五十岁的人 他就会慢慢有警惕的 为什么呢 想想 如果我这一生活一百岁 这是假设 如果活一百岁 那等于说 已经走了多少的路了 走了一半了是不是 那还有五十年 那能不能走满五十年 都很难说 用世俗的话来讲 那个就 可能有人听得不太高兴 但是也是古人有讲过 半截生子已经在棺材里面了 这什么意思呢 提醒自己 要赶快成就自己的发生会面 要赶快取得往生的资格 实不我呆 因为我们今天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既然不知道 为什么不把握当下呢 那更好是年龄了 达到六十 尤其是七十以上的同修 我们就劝他 什么都不要再学了 专念佛号就好了 他也蛮有兴趣的 这不经那不论 他也想去学 我们就跟大家说呢 哎呀你就好好念佛就好了 家里的事情呢 统统都放下 交给儿孙去处理 您就一行念佛 求见阿弥陀佛 这是无量功德 下面说到这个真实慧 它是般若得也 今三真实 以及涅槃三德 你看我们这不经常说到真实 三种真实通通都有 真实之迹 是讲一切法的本体 真实智慧 是一切法的现象 真实利呢 就是讲一切法的作用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 这部经上有讲到 体 相 用 如果用华严经上面的说法呢 大方广 那个大字就代表本体 方呢就代表现象 广呢就代表这个作用 而此地啊 三种真实就是涅槃三德 涅槃三德就是法身 剥弱 解脱 如一字三点 这个一字啊 是个什么形状啊 就是三角形这个点 念那个音 这叫一 这叫一 他们呢 非病 非烈 不重 不衡 它是三角形的 集一 集三 集三 集一 也 也就是说 一集十三 三集十一 精精 与妙行之先 首曰 祝真实会 此成画龙点睛之语 祝真实会 即入一法具 一法具 一法具者 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 诶 这里又重复了 一样的话 是不是 你看这句话 黄连老 多次引用 就证明它非常重要 什么叫妙行呢 果真能够做到 信愿持民 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就是妙行 所以我们牢牢把这句话抓住 您是谁啊 您就是如来第一弟子 本经呢 在妙行的前面 首先告诉我们呢 要筑真实会 真实会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有没有真实会啊 诸位同学 有同学摇头 有同学点头 我们就说点头的同修好了 你点的对不对啊 你点的太对了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我们就说菩萨好了 菩萨才有真实会嘛 对不对 这个经常说吗 这明心见心的菩萨 原教初始菩萨 真心献钱呢 他有智慧 我们跟他比 神通德能各个方面不如他 但是有一点我们就不输给他 什么呢 你看华葬会上 这些法生大事 他们以后要去哪里 要去基督世界 是不是 他怎么去的 他念阿弥陀佛去的 他如果没有真实会 他会不会去哪里 他就不会去了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在哪 我们在图巴 我们在这个法相图 在这个世界里面 六道里面 但是我们居然 能够相信无量寿金 我们愿意求生极乐世界 那我们就有智慧嘛 而且这个智慧 不是一般的智慧呢 是第一智慧 所以啊 别的比不上其他的菩萨 但是这个方面 我们跟他无二无别 所以大家每天呢 从早到晚 有空就要念佛 少说砸心闲话 少串门 少逛街 这样讲 不晓得大家做不做得到 反正我们只能够建议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大家已经养了个习惯 少看手机啊 你把那个念 把那个看手机的时间 为什么不多念佛呢 对不对 那一秒钟 一分钟 就可以念一声佛号 甚至可以念几百声佛号 都不止 所以有人要把念佛 当作是头等大事 这里说的这么好 一法句就是清净句 清净句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声 那什么又叫真实智慧无为法声呢 就是阿弥陀佛嘛 阿弥陀佛是什么 阿弥陀佛就是真实智慧 阿弥陀佛就是无为法声 您念这句佛号 就能够成就圆满法声 下面呢 接着说 济云 勇猛精进 一向专制妙途 我们都自认自己为阿弥陀佛的弟子 什么叫阿弥陀佛的弟子 一定是他的心 他的愿 他的解 他的心 跟阿弥陀佛相应嘛 阿弥陀佛怎么想的 怎么说怎么做的 他就模仿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 所以我们从今天起呢 一定要把自己的心 向阿弥陀佛看起 念念要求生西方净土 要向那些已经往生的大德 效法 要常常提醒自己 他能够预知实至 自在往生 我也想 必须我们还要知道一点 他为什么能够往生 敲门在哪 秘诀是什么 两个字 放下了 大家有没有看过四只猴子 那个图片 一个猴子把嘴巴捂住 另外一只猴子呢 耳朵堵住 第三只猴子呢 眼睛遮住 第四只猴子呢 他手就放在腿上 笑眯眯的看到外面 那个手放在腿上 那个代表什么 放下 所以我们现在念佛这么多年 还是往生的消息都没有 问题出在哪呢 关键那个病根 就是没放下 其实我们上课 在这边跟大家汇报 柯座 目的是什么呢 不就是帮助大家 放得下吗 你真的放下 那个念佛 就很快功夫得利的 像古人所讲的一句话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念佛 之所以不相应 因为这个佛号当中 它有夹杂 夹杂什么 夹杂贪嗔吃慢 夹杂明文利养 夹杂自私自利 五六成 这些东西 也就是想夹杂的烦恼习气 在其中 所以念了这么久 还是遥遥无期 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办法 多听经 明理嘛 把道理搞清楚了 自然就放下 等到哪一天您放下了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 这个讲堂没人了 一个听众的没有了 大家全部都放下了吗 讲堂空空如也 哪里就爆满呢 哪里啊 念佛堂 那一定是念佛堂 就爆满了吗 大家都肯定都去那边了吗 可是现在大家怎么样呢 不肯去念佛堂 什么原因呢 不知道念佛的好处 哎呀 挺可惜的 这么好的一个修行道场 不用 当面出口 应该要抓住这个机会 在佛堂里面多绕佛 多拜佛 下面解释 勇猛精进者 无剑无杂也 这个剑呢 就是剑断 杂呢 就是夹杂 宋朝时候 那一位寅科老法师 他念佛往生 花多长时间了 三天三夜 诸位同修 你想不想试一下念佛三天三夜 只是想试一试 还是想三天三夜就往生啊 都是念佛 看你用什么心呢 寅科法师他是没有想到 居然把佛给念来了 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意料之外 因为他念佛很 成嘛 他无剑无杂嘛 佛就知道这个讯息了 来安慰他 你好好的修 你还有阳寿十年 稍后呢我来接你 他挺聪明的呢 这个时候他智慧就现前了 他跟佛祈求 至尊 我这个劣根信众 我怕自己招架不住 这个外面的红尘 怕自己烦恼兮兮扶不住 但是我现在就跟你走 这保险嘛 佛就答应了 三天就接他 果然呢 再过几天 在大众面前 活生生的就往生 这个不是骗人的 这是真有其人 真有其事 所以我们念佛要勇猛精进 下面说 一向专制者 心志专一也 这个志就是愿 心愿专一心一意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妙徒者 精美绝伦 不可思议之 国徒也 这个都是讲到极乐世界 当然这个说法呢 是概括的说 我们到了后面经文呢 再详细的跟大家汇报 极乐世界 到底怎么个好法 我们为什么到那里 我们就举个例子吧 第一个到达极乐世界啊 菩萨修学 是没有间断的 那换句话说 他一升到极乐世界 莲花一开 就进讲堂了 就坐在那里听 听到什么时候 在立科讲堂呢 听到他把所有的烦恼 吸气都断掉了 他就自动就离开了 毕业了嘛 所以人家在极乐世界 可没有大瞌睡的时候啊 当然他更没有什么时候 没有晚上睡觉的时候 所以人家体力充沛 精神十足 而且他们呢 又不用补充任何的能量 不需要吃任何东西 也不需要喝任何东西 就坐在那里哦 聚精会成的厅 停着停着就开悟了 下面讲 庄者公也 正也 盛事也 这个公就是公公进进 正是正直 不偏不邪 盛事是代表尊重 言有尊的意思 还有素的意思 也有庄的意思 这个尊就是尊重 素就是言素 庄是说我们打扮自己 可见庄言二字 可以俗语解为 以尊重 恭敬 正素等等善美 而庄是之 打个比方啊 如果我们办公室 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说明天呢 澳洲总理要来学院访问 请问我们学院该怎么办 那肯定就把其他的事情放下吗 号召所有同修 赶快打扫 是不是 虽然说大家每天都要打扫 弄得蛮干净的 但是再把它加强一点 里里外外 都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 然后把会客室啊 这个餐厅啊 佛堂啊 讲堂等等 都要弄整齐嘛 还把这个饮食 茶点都要准备好 这个就是什么呢 对客人的一种尊重 今大事妙德是能庄严 妙徒是所庄严 谁庄严极的世界 大师 那这个大师指的是谁呢 就是法藏菩萨 妙徒就是西方净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用什么来庄严呢 用他的妙德 那个妙德呢 就是四十八愿 以万德融成妙徒 是位庄严妙徒 这个万德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呢 就是法藏菩萨 四十八愿五节修行 成就了极度世界 第二个呢 是所有往生的大众 他们往生到极度世界啊 都是修极功德 才去的 我们这一辈子 能不能够去极度世界 一定要做到三个字 哪三个字呢 信 愿 信 所以现前呢 我们这个 经教的熏修 时间要加强 感觉到自己功夫不得利啊 念佛的功夫不得利 怎么办呢 要多读经 要多听经 您可不要以为说 我好像觉得自己功夫还不错 未必 为什么 没有到红尘里面去考一下 测试过都不算数 我们看到一些修行人吗 他在深山里面修了几十年 你看古人传记里面就有这样记载啊 在山上一个人苦修 清修 好长时间 大家都知道了 把他请下山 到了寺院 到这个 市区里面 给他建个寺院 没多久呢 他就退转了 所以啊 到底是有真功夫 还是假功夫 经过这个明文立养啊 一测试 就能够很快看得出来 那佛菩萨来到我们这里啊 再多的明文立养 再多的逆境顺境来考他 他都能够做到如入不动 都能够保持真实会 都能够给予众生最真实的利益 下面说 读真实会 庄严妙土 是极乐净土之大本 普贤妙横之刚宗 本经 礼供听法品 阿弥陀如来 开示 十方来临之正是约 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大众 可以说 都是得到阿弥陀佛的护佑 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所以他们呢 念佛功夫呢 很快就得了 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讲台里面听经 听得蛮开心的 讲的法师呢也讲的蛮欢喜的 什么原因呢 佛力加持 你有没有感觉到很欢喜啊 有啊 假如有的同学听着听着打瞌睡 那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这个法师讲的不是很清楚 他听着听着觉得没味道 听不下去了 他就在那边昏昏欲睡了 还有一个就是他自己本身有业障 他本来啊 大白天没事的 但是呢一进讲堂才开始就昏睡了 有业障 怎么办呢 多拜佛 多念佛 消业障 底下讲 通达诸法性 一切空无我 专求敬佛土 必成如是差 这四句经文呢 道破净土真因 这就说明基督师记 为什么比其他祝福岔土啊 殊胜 这就说得非常清楚 在本经第二品 德尊普贤里面就 我们看到 当时与会这些大众 都是有发心修学 普贤十愿的 那我们想要去基督师记 所以要不修普贤不杀十大愿望呢 讲老实话啊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非修不可 为什么 这是去基督师记的标准 不修这个 灵佛号练的再多 就像偶尔大师所讲的 练的 如银墙铁壁一般 风吹不入 雨打不湿 还是去不了 为什么 不是佛菩萨的心啊 嘴巴念 我们没有那个心 没那个行动 当然跟极乐世界 就不相应嘛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实实真相看清楚 在这个理供听法 这一品里面呢 我们也看到阿弥陀佛 是非常欢迎大家 到极乐世界去参观的 这讲的这些菩萨们 这从他方世界到极乐世界去参观 那佛给大众讲开释的时候呢 其中有两句话这样子说 通道诸法信 一切空无我 这是说什么 既然一切法空无我 我们还有什么好执着的 你还有什么好乐的 还有什么生气的 所以啊 学佛嘛 就是学什么呢 把自己的知见 通通都放下 要明了 凡谁有相 皆是虚妄 愣年金上面说的那么好 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比如说我儿子这个东西 他刚刚一立起来 他其实就怎么样呢 就已经就消失了 可是刚刚消失怎么 他又冒出来了 那个频率啊太快太快了 谁能够见得到那个真实的变化的像状呢 圆教八的菩萨 它是三十二亿百千链 这么快的速度 一弹子 如果您的身体好 一秒钟可能就可以弹个五次以上 五次乘一个三百二十 一千六 一千六百万亿个生命乡 米特菩萨还说嘛 念念成行 行皆有始 这个现象就发生在我们眼前 被我们看到 被我们听到 被我们闻到 但是我们不能够觉知 好在我们呢 读了佛经 知道有这么一桩事 我们相信佛不会骗我们 不会忘语 所以我们从今天起 尽量在一些人事物当中啊 要学习呢 不要被这个外境所转 这个外面环境再怎么样的变化 你都不要动心 只能够动什么心呢 只能够念阿弥陀佛 这个就好 所以啊 这个真正的修习人 你看他是什么样子呢 从早到晚 一句阿弥陀佛就挂在心上 就挂在口边 下面说 专求进佛土 必成如是上 这个如是上 就是指的极乐世界 菩萨如果到达极乐世界 他们去参观 他们目的是什么呢 拜访阿弥陀佛 了解一下 极乐世界好在哪里 知道这个极乐世界的优点 他们回到自己的佛叉 当然就想啊 他们原来那个佛叉呢 也能够达到啊 跟西方净土一样的标准 我们要知道 在这个娑婆世界 跟我们有缘的众生 太多太多了 我们可不要只是想到 土文八这个地方 不要只想到地球这个地方 我们所认识这些 家庭眷属朋友 其实在宇宙当中 跟我们有缘的众生 不计其数 更要知道 这么多众生当中 很多人都在受苦受难 前天吧 听说 国内有一个 不记得是哪个城市了 有个堤坝啊 它被那个洪水嘛 就给冲开了一个口子 好像二十多米宽吧 二十米宽的一个 绝口了 那个水就一下子 冲出去了 我们听了都很难过 记得以前小时候在武汉呢 有一次听说这个洪峰 经过长江 经过我们那个长江大桥 我们都很好奇嘛 那时候很小 跑到这个江边 堤坝这么高 就看那个江水 离那个堤坝那个顶 大概只有不到一尺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那个危险 还大着胆子 在那个堤上怎么样呢 几个小朋友吗 就在那里蹦蹦跳跳 不怕 不知道那个厉害啊 那个水就看着一直流过去 现在想起来都蛮可怕的 万一不小心掉下去怎么 又不会游泳 喊救命 都不晓得有没有人来救 所以啊 在这个时间 看得到的众生 他们在受苦 那还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 不知道的 我们更要发心怎么样 帮助他们 要劝一些大众 都能够念佛往生到这个世界 底下讲 道破净土真因 与今所云一味无常 互为表里 盖一切空无我 人求净土者是真实会也 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人有真实会啊 就是那个发愿要去基督世界的人 这是有真实智慧的人 专求净佛土 安住一切空者 是真 庄严国土也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求求的是什么 就是求真实智慧 我们讲庄严佛净土用什么来庄严呢 安住一切空 这个一切空是什么呢 就是本经经题上所讲的五个字 哪五个字 清净平等觉 说的多一点 十个字吧 这就更加圆满了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慈悲 就是这里所讲的一切空 所以我们心里面呢 不要再有别的杂念了 要把这句佛号呢 牢牢地挂在心上 同时也尽量啊 劝勉 跟我们有缘的这些众生呢 都能够念佛 下面说 无声可渡 终日渡生 这两句话就告诉我们 佛菩萨每天呢 他们所做的工作 他们做什么事情呢 讲经教学 可以说讲经教学是没有中断的 终日渡生 那为什么说无声可渡啊 明明看着他渡了很多众生 怎么又说无声可渡呢 没有众生可渡呢 因为他啊 没有把这个渡众生的事情呢 放在心上 人家怎么样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毕竟呢 他也没有事件 无我件 无人件 无众生件 无受者件 不像我们呢 哎呦 做了一丁点事情了 就挂在嘴边 做了一点点好事情了 唯恐人家不知道 到处打罗 到处张扬 好不容易修了那点点善行 被人家一夸 后来怎么样呢 都爆掉 所以哦 那个会修的人 他怎么修呢 真正做到的三轮体空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嘛 要效法诸佛菩萨 佛告诉我们阿罗汉 他入了偏真涅槃 他们呢 不肯主动哦 度众生 因为他知道一切法是空啊 他就不愿意来 做任何事情了 他不会主动的 教化众生 那菩萨呢 知道一切法是空 但是呢 他也啊 把这个度众生的事情呢 天天都在施行 一天都没有放弃 什么时候 菩萨才不需要去度众生呢 等到一切众生都成佛了 他就不需要做这个事情 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时 这个事情才会结束呢 好像哦 遥遥无期 也不曉得要等多久 不要说别人嘛 就说我们自己好了 我们认为自己有没有被得度啊 我们有没有看破放下呢 还没有是不是 那还没有佛菩萨就不会放弃我们了 我们自己呢也要 加油才是 不要总是想到被别人动 自己要听话 听谁的话 听佛的话 什么叫真正听佛的话呢 前面讲了那么多 要看得破 要放得下 真的 从今天起啊 要把昨天 那个让我们烦心的人事啊 把它通通都放下 没事 不要去想事情 事情来了 刚刚刚把它做好 做完之后呢 立刻把阿弥陀佛要提起来 就在做事情的当中 也不被那一桩事情所影响 做完之后 把刚刚所做的事情 通通都把它忘掉 这样子啊 心才会达到情境 我们只要心里面有一个念头 就会感得果报 怎么说 你有善念 感得的什么果报呢 就是福 三善道 如果我们动的是恶念呢 谈成师们 那个果报是什么 就是宅货 就是山土 诶 我们现在想什么 想的是阿弥陀佛 这个阿弥陀佛跟三恶道 跟三善道 跟这个四神法界不相应 它跟法相 真如佛信 涅槃相应 所以我们念这句佛号呢 就能够使我们大家 出六道 出四神法界 底下说 庄严佛国 佛国离相 其实我们今天呢 所看的这些啊 注解 真的是蛮好的 您把今天所学习的这几段文呢 多念个几遍 放不下 那谁相信呢 这些话讲这么清楚了 凡事有效 皆是虚妄 应该哦 很容易就放下 看看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的大众 有没有着相的 一个都没有 他不但四相 没有 连事件 也都 荡然无存 我们在 现前这个阶段 要尽量跟他们 学习 下面还说 建立水月道场 大作梦中佛师 释迦牟的佛的道场在哪里啊 只要是他讲经的地方 那就是道场 随便找个地方 找一棵树 找一块空地 大家一坐下来 他教学 那地方就是道场 而且佛呢 这个教学啊 从来没有间断的 那么佛这一次啊 注视的时间并不长 很短 只有七十九年 真的这是让我们感慨啊 挺深的 假如他老人家能够 长一点多好 是不是啊 不要很长吧 七千九百年 那多好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 印度了吗 我们从陀文巴 包一架飞机 到到印度去的吗 也可以听他老人家 现场讲无量寿经 大家一定要知道 现场听佛讲无量寿经 说不定有人就怎么样了 说不定灵就开悟了 是不是 我们这部经 尤其是第三十八品 还有个奇迹出现呢 什么奇迹啊 阿弥陀佛现前了 极乐世界也现前了 前面听佛讲了那么多 大家都很好奇 还有点半心半疑 到底真的是假的 这个当下佛忽然一下子冒出来了 陷在大家的面前 大家一定很惊喜嘛 一样的道理 如果现在我们在跟大家 在汇报的时候 突然阿弥陀佛就下来了 您说 从这个画面上走下来 您会很惊讶 一定会很稀奇嘛 不过呢 说到这点大家不要去求 阿弥陀佛您走出来我们看看 您动这个念头 又动心了 一切随缘嘛 一切随缘嘛 踏到人家陷 要知道凡谁有相 皆知希望 他又消失了 也不要放在心上 一切随缘 总之呢 佛做事情呢 都是不落印象的 菩萨呢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弘法立生的工作 是要做 但是不能够有执着 有分别有体心动念 在其中 远离二边妙器中道 缘修缘证 弹指缘成 前面所讲的 还这里刚刚所念到的 都是讲到大乘法 的的确确啊 佛讲大乘法呢 也是看这个机缘 什么时候佛才讲 这个大乘法呢 他是不是一开始 就讲大乘法呢 他开悟之后 就讲到华音经嘛 但是那个听众 比较特别 都是法身大事 我们凡夫 没办法入那个境界去听 所以佛呢 出定之后 不得不 从最基础的开始教起 先教十二年的阿罕 再教八年的方等 二十年了 然后呢 才开始讲二十二年的 般若的经典 教学 一定要怎么样 契礼 还要契机 大乘佛法 您看 真的能够做到 远离二边 就两边嘛 一左右 一前一后 这两边呢 妙器中道 这个中道的前面 加一个妙器 意味深长 太巧妙了 什么叫中道 中道就是我们的真意心 就是我们的真心 凡是跟真心真性相应的 就称之为中道 原修原正 原修原正在哪里啊 什么叫原修原正啊 我们穿衣吃饭算不算是原修原正啊 走路算不算 都算 大家一天都觉得很难理解 这个怎么算呢 当然算 原修嘛 那这个人就没有体性动念 没有分别制住了嘛 所以我们穿着任何衣服啊 只要它能够 尸体 适合我们这个身体 能够保暖就可以了 不要讲求呢 它是名牌 曾经呢有一次 我们遇到一个同修 是一个法师 他来到我们学院 我们都穿这个二十五条衣嘛 乌生就看他那个袈裟啊 跟我们这个袈裟就有点不一样 仔细一看呢 他那个袈裟有反光 乌生就说你这个袈裟蛮特别的呢 他说什么 特别是不是啊 你识货呢 你知道这是什么材料吗 乌生就说这是什么材料 金丝 金丝 把这个黄线呢 把它弄出来 我们这个 就是布料嘛 是不是 那个布料 他那是金丝 看他的样子挺开心的 后来 后来乌生就回他一句话 布料 金丝 都是一盒像 这是金刚钦 他们所讲的吗 所有的物体呢 都是由一盒像组合成的 所以啊 所以啊 我们大家啊 不能够被外进了 所转了 因此呢 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事情 都要尽量学习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自主 这个原修原正呢 可以讲呢 我们修 到底修的是什么 修的就是看破放下 那以后正的是什么呢 正的就是清净心 正的就是平等心 正的就是觉悟的心 我们如果清净心现前 您的身份就变了 就不是人道里面的人呢 你就是阿罗汉 如果吧 平等心现前 你就是菩萨 如果决心现前呢 你就弃入 就进涅槃 就是佛果位了 谈指原成 这句话的意思也蛮深的 谈指 就这么短的时间 圆成 佛道 其实成佛 并不难 您只要真的做到放下 那当下您是谁啊 你就是佛了 放下什么呢 放下见识烦恼就是声吻 放下成杀烦恼 您就是菩萨 再放下这个 无名烦恼 你就是佛果位了 所以佛法没有别的嘛 就是不断的放下 不断的看破 故曰 此基弥陀 大愿之本 普行大恨之忠也 这个忠啊 就是说 普贤菩萨 主要的 重要的 尊崇的 十大愿望 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的学习 这十条 关于这点呢 师父上早年呢 有详细的解释过 十大愿行 弥陀 大愿之本 普贤大恨之忠 那么 阿弥陀佛 大愿之本 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前面经文呢 有看到过这句话 一切 皆成佛 大家有没有信心 这一辈子可以成佛 为什么 因为您本来也有佛性吗 所以 现在这一身成佛 是很正常的事情 什么叫不正常啊 就是您没有成佛 那是很可惜的一桩事情 那阿弥陀佛呢 为了帮助我们大家 接成佛 他做了一桩 一切诸佛 没有想到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把成佛最简单的方法 想出来了 就是念阿弥陀佛 而且那个环境呢 就是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只要啊 好好地念这句阿弥陀佛 念到功夫成片以上 您就有能力 被阿弥陀佛呢 接到极乐世界 到达极乐世界 在天天亲近阿弥陀佛 亲近诸佛菩萨 进步就非常非常快 没多久 您都圆成佛果了 不像我们在这个地球啊 要修行成佛呢 讲老实话 我们的寿命太短 还有环境很不好 所以啊 我们应该换一个场所 到极乐世界呢 进一步的深造 因此我们现在在 进驻学院这个地方 算是什么 这算是一个 打个比方吧 这算是一个中转站 我们从这里哦 搭飞机 就坐到极乐世界去了 这是打个比方 那佛到时候呢 他会带一朵莲花来 把我们呢 给载过去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墨学物圣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尽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分母 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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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